中国市场很大 但全球市场更大 海外市场已经成为 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 决胜关键 一些有全球化的竞争 我们的发展战略 一个是完善 全球制造和供应链体系 全球大部分市场 都是有贸易壁垒 通过关税 通过其他的市场保护措施 输出到当地 只是卖产品的话 竞争力会受到 很大的制约 所以从输出产品 到输出工业能力 是TCL一直在持续 提升我们全球化能力的 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的经营能力 不等于海外的经营能力 全球化经营能力 是要靠战略牵引 持续积累 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所以TCL 在全球化经营当中 技术驱动 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中国市场很大 但全球市场更大 中国企业要成为 全球的领军企业 能够在全球产业的 这个牌桌上 能够开始 能够自己叫牌 这当中 我们要继续加快 我们全球化的 能力的建设 海外市场已经成为 中国企业参与 全球竞争的 决胜关键 翻译 字幕志愿者 杨 év